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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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繼續把這個地藏經第 1 章 上一次剩下一個幾句話就講完了 我們換第 1 章 佛告文殊順利菩薩 十鬼王無獨者 當今才所菩薩 是婆羅門尼者 即地藏王菩薩也 也就是地藏王菩薩所呈現出 婆羅門尼來示現給大家看 那這個財所菩薩 據這個佛明經所說的 應有信 信借多聞 舍慧見慚愧 七財 七財寶誤稱為財手 又稱為 這個觀佛三昧經說的 此菩薩以獲得 聖身所能黏定 登等絕了 登到等絕位了 如此呢 我們可以了解 我們可以了解 如離無不知 事無不遠 事無不遠的這個道理 清靜自在解脫 就是我們要修的一個功課 那在我們對於第一章 道理天公 我們以來結尾 宇宙的定律 的因果 是沒有辦法變的 本來就是存在的 有很多人認為 因果是不平等 其實因果是非常平等 不管你有沒有修行 因果是一個平等 那在修行的過程當中呢 就是我們要轉世層次 我們要轉世層次 不是說一直修行呢 就停留在那個位置裡面 我們轉世層次呢 必須要融相入性 那這個融相入性呢 很多人修行修到 對立相差別相特別重要 尤其是執著在向上的差別 都執著在向上修 那如果一直執著向上修的話 你如何明心見性 你沒有辦法破我執法執 沒有辦法破一切的執著 那你如何進入到明心見性呢 所以修行 一定要融相入性 如果你一旦有的 對立相差別相 就沒有辦法進入到 心無異如 心無異如 體相異如的境界 我們在修行就是在修這個體相異如 性相異如 如果你一直在性相異如的差別相裡面的話 你沒有辦法站在眾生的立場 也沒有 去花焰修行 修行呢 就是要花焰利益眾生 那所謂的眾生是誰呢 也就是你自己的無明 破除自己的無明 才能夠讓你的無無明鏡 無無明鏡 無明言行 行言事 因此呢 我們在修行當中 行住就惡 一起心動念 就是一個夜 起心動念都一個夜 那 既然起心動念是一個月了 那我們的貪生吃 我們的對立相 是不是讓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到 佛性裡面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大家呢 要了解清楚 你的起心動念都是一個夜 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呢 三夜指的是 三夜所講的呢 就是我們的 身與欲夜 這個身與欲呢 就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言語 還有我們的 起心動念 都是善 都是善業 就是我們的起心動念 就是我們所說的 無明一起 心一起動 你的心一起動 你的佛性就啟動 你的能量就啟動了 我們起一個念頭 就是一個能量的啟動 各位要了解 你的能量啟動了 好的能量就感應到好的磁場 你起心貪生吃的念頭 你自然感受到的 這個能量 這個磁波一定是不好的 那各位可以在 日常生活當中去體驗 這種深口意的 一個起心動念的狀況 你就會知道 你的起心動念好不好 自己隨時要檢討自己 以前祖師 傳給我們的五十年佛話 就是要告訴我們 你隨時 都要注意 你的深口意的情境 我們修行 就是在生活當中 去注意自己的深口意 而不是你在那邊打坐 念佛就是修行 真正念佛的人 真正修行的人 他隨時是不起心動念 把所有的眾生當作佛菩薩 而不是在工作上 才是佛菩薩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 我們所碰到的 人事物 內境也好 瞬境也好 都是在 這個告訴我們 如何修行 所以以前孔子所說的 三人行必有五身 我們要了解 我們隨時是住在哪個位置 隨時去查解自己的起心動念 起心動念 所以 菩提自信 本來就清靜的 本無動搖 我們的自信本來沒有動搖 無本來是無生命的 每一個生命 沒有生命 能生萬化 每一個生命都能夠生萬化 只因為眾生 迷而不悟 沒有去察覺 自己的起心動念 對 所以有一句話 每者眾生 悟者佛 佛不是他 整天都在那邊打坐的 他是捷悟的 從日常生活當中 去捷悟自己的心 去察覺自己的心 我們在座各位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會去 察覺自己的心的 要不然我們的每一個佛號 以及我們所修的拜燦文 第一句話就讓你一心援法界 你的心 專注 一心不動 一心不亂 就住在自心裡面 你住在自心裡面你的法界跟 諸佛菩薩的法界是同體同量的 同體同量 所以 要覺悟 你覺悟了以後 就 沒有三界相 你迷了以後就有三界相 三界六道相 有三界六道相 所謂的融相入性的過程 最主要 是在於 炎正菩提 在炎正菩提 讓我們的佛性 完全進入到 菩提境界 也就是 覺悟的境界 了知 萬象萬伐 的自性 本體 也就是能夠當下 進入到 一和像裡面 進入到一和像裡面 很多人修行 修得搞不清楚 如何進入到一和像 怎麼樣的進入到一和像 很簡單的說各位在座的 我們在座這麼多人 大家都一心在聽法 這個時候大家用什麼心在聽法 你就跟大家完全融合 跟諸佛菩薩完全融合 如果你今天在這邊聽經 起的差別相 今天師父講得不好 今天師父講得很好 這個就是差別相 你要把 自我的觀念 我的觀念完全的放下 在座各位師兄姐 大家都是一體的 一體的 沒有差別的 大家的一心 心都住在 自性裡面 住在同體裡面 沒有差別 就是一和像 沒有差別相的存在 那我們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站在 自我的角度看 自我角度在做事情的話 可能永遠都是對理相的 永遠都是對理相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 一和像的以後 進入的境界就是 所謂的轉世層次 我們要把 環夫的智慧 環夫的思想 環夫的觀念 完全進入到 佛菩薩的 心量 佛菩薩的思想 佛菩薩的境界 也就是建立到 宗教的情操 宗教的情緒 這個宗教的情緒 在這個佛教裡面所講的 就是你要了托生死 跟 諸佛菩薩一樣 要把這個分斷生死 給斬掉 進入到 真正的涅槃 真正的涅槃 轉世成智 轉世成智 環夫 環夫心 分為 八式 八義式 六七義式 因中轉 那我們要把五八式的 意識 果地轉 要把他轉開來 把這個無明的 意識 轉為 轉成智慧 那我們才能夠真正了解菩薩 他所做的 都是為所有法界眾生在做事情 因地菩薩修行 就在以 要禮藥悟通 禮藥悟通 今天我們即使講了很多 但是呢 你一句話都聽不懂 還是在 繁複的警戒 繁複的思考裡面 你沒有進入到 菩薩的思想 菩薩的觀念 所謂的菩薩思想是 像地藏王菩薩這個樣子 花大燕 度化眾生 這是地藏王菩薩的願力 如果以我們的願力 我們以我們的 能力 來做 所謂能力 修我們的慈悲心 修我們的心量 跟諸佛菩薩血洗 跟諸佛菩薩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 禮要進入 禮要進入 你要想通你的道理 從你的心開始做起 如果你今天修行無心 沒有心去修行的 沒有真正相信 你該做的事情 為眾生所要做的事情 你只為你自己念佛 為自己修行的話 那你的層次永遠都不會提升上來 因為你只有在小我裡面 沒有無我 我們修行就是要訓練無我 一個大菩薩他是無我的 是一個無我的境界 所以 你要通的有四修 四修就是你要去行 你要去做 今天大家 聽經 或是念佛 拜燦 剛剛大家修的拜燦念佛 那大家是不是有心呢 還是散亂的心 在 禮佛 在拜燦念 就看你 真正的 禮物進去 你世修的多少 世修的多少 所以 六七因中轉 我們要將 六七因中轉 將 我們如來場 把它 轉為 大言盡至 我們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把 這個 我們的如來場 把它 修出來 大言盡至 也就是了脫生死的意思 跟地藏王菩薩完全一樣 所以地藏王菩薩的厭力一直告訴我們 修行 就是在花驗 你花驗了以後懂得因果 你造好因得好果 果報一定是好的 菩薩一定會給你 不只菩薩給你 你的起心動念 你的福報就到了 如果你一直起心動念在負能量裡面 在差別項裡面 那你永遠修行都是在差別項裡面 沒有辦法 進入到大言盡至 沒有辦法進入到菩薩的境界 那這一輩子 修行就會很辛苦 很辛苦 好不容易我們這一輩子 能夠來到 這個搜婆世界 也能夠得到這個人生 也能夠修行 花菩提心 那就看各位的心量 到什麼程度 你所發的菩提大願 到什麼程度 只有這一輩子修嗎 還是說 下一輩子 我要化驗再來 紅化 轉法輪 渡化總身 那這個轉法輪不是在這邊講台 就是轉法輪 而是要 你心要轉 我們 十相應心品裡面有一個法輪長轉 似佛心對不對 就是要你的心要啟動 那各位你們有想過嗎 你的心真的啟動你的法輪了嗎 各位有沒有想過 你的心有啟動你的法輪嗎 萬化為心照 你的心啟動了嗎 那你真的花菩提心 真的鑽法輪嗎 你花了菩提心 你開始修行 就是在 轉法輪 你內法界的法輪要先轉 內法界的法輪要先轉 也就是你要花菩提心 內法界的法輪轉了以後 外法界的法輪才能轉 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很多人修行 都只有 我自己念佛就好 甚至於道場生團的事情 他一概不做不碰的 這種現象很多 這種現象就像 以前 這個 世家母女佛的時候轉法輪的時候 很多人布施 有很多人不願意布施 從歷年來一直都這個樣子 很多人願意 付齒 有的人不願意付齒 那付齒是付齒什麼呢 付齒你的惠祕 付齒生團是維護你的惠祕的 而不是維護道場 這個就是很多人修的差別相 修很多的差別相 我來到本山一個月來一次 我做任何事情 我不要做 我就是來聽法的 我看到很多這樣子 各位那這是一個差別相的存在 你把這裡當作你的家 把這裡當作你的家 其實各位沒有真正悟通這個道理 寺廟回到 回到你的道場 回到你的生團才是你的家 你最後那一刻是需要生團幫助你的 你不要把生團當作 反正我高興來就好 不高興來我就不來 千萬不要有這種差別相 你臨終那一剎那 需要很多師兄姐的幫忙 各位要了解 你要悟通這個道理 你要把這裡當作家看待 終點的家 你這個肉身的家 你一直 保護你的肉身的家 但是你從來沒有保護你的 真正的法身的家 終點的家 那是永恆的 永恆的 那才是永恆你的家 這是我們今天 這個道立天公 那釋迦摩尼佛在道立天公 度他的母親 為什麼要度他的母親 到道立天公的 也希望他的母親呢 能夠 修得更高 各位 這個就是釋迦摩尼佛 到了道替天公 講經說法 度他的母親 希望他的母親的佛性呢 回歸到 法界來 回歸到法界來 那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各位認為你們 你們這家才是你的家 這個法界的家不是你的家 你的終點在哪裡 各位呢 你的終點就在這裡 道立天公 也就是在本山 各位要弄清楚 這個就是第一品 第一品道立天公 那我想我們今天 這個 講到第一章就好 把他圓滿 那第二章呢 我們下一次講 了解